关小彤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无疑是他的简陋事件 张艺谋曾说过 如果不是因为刘浩存的年纪小 影这部戏的女主 根本就轮不到关小彤来演 此话一出 关小彤简陋的新闻 直接沦为网友们的笑柄 要知道张艺谋可是在娱乐圈混迹了多年 这么没分寸的话 能从他口中说出 绝对不是偶然的 除此之外 自从刘浩存出现后 张艺谋就将资源全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不仅让他出演了多部大制作的电影 就连和他配戏的演员 都是国内顶级的 那么为何同位某女郎 一个被宠溺三千 一个却突然失宠了呢 于是有网友直接去查了一下刘浩存的背景 结果发现原来他是业内某知名大佬的亲侄女 因此被网友一致认为 他是靠关系上位的 可刘浩存的经纪人却站出来解释 称刘浩存并不是靠关系 而是凭自己的实力才一步一步上来的 只不过在之后的一档综艺节目中 刘浩存的演技却遭到了观众的吐槽 称他不仅融入不了剧情 就连台词公敌也不合格 批评我 为啥要批评我 我又没做错什么